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欢迎来到在旷野遇见神 我们今天会在旷野当中为各位查考经书 我们是第11次查考传道书 我们上次讲到哪里呢 我们上次讲到智慧 我们说什么 智慧胜过美名 智慧胜过喜笑 智慧甚至胜过这些在地上的这些财富 那智慧真的是一个好东西 你想想看我们非常喜欢追求智慧 谁不喜欢追求智慧呢 智慧可以是说你看像人世间有财富 有权力 有这个强有力的武力 对不对 有这些种种的东西 可是往往这些资源或是能力 是带有副作用的 比如说吧 你的体力很好 你这个特别勇猛 那可能其实你也不一定活得了太长 因为常常好勇斗狠的人很快就会被敌人 就是说强中自有强中所 好像你要追求五零第一的话呢 通常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说我有财富 我爸给我遗留了亿万家产 你看看亿万家产就真的能保证你平安吗 有的时候亿万家产反而是你被人家害被人家夺取 因为他夺取你的亿万家产 他就要想办法害你 反而成立你的致命 对不对 还有什么呢 你说我权势 皇帝啊 是中国历史上这些各代的皇帝通常都是国家里头最有权力的人 但是身边在际遇皇帝的人有害怕的有害怕他的有际遇他的 而想办法要干掉他的各种各样的人惨媚他的欺骗他的 都不都围着权力而生吗 所以权力真的是好东西吗 恐怕都不是 各种能力里面我们说真的是智慧 真的是通常是负重用最少的 我们看到很多有智慧人 你要说中国历史当中我们想到智慧人有谁啊 我们大概第一个想到就是诸葛亮 其实还有很多像刘邦时代的张良 说到张良你想想看张良那个时代 刘邦有几个贤臣啊 有萧和有韩信有张良 韩信也很厉害啊 他至少用兵很厉害 他是一个武神 是一个军神 他出去打仗 你说西楚霸王那么厉害的 他把兵练得那么好 江东子弟兵最后是打不过韩信 但是韩信好像说真的是除了这个军武很强 他这个谋略很强以外 他确实缺少一点智慧 他就被害死 张良是这个三个人里面 张良有这个什么过桥记 张良是计谋最厉害的 他也就是能看到刘邦这个人 你可以跟他什么一起奋斗一起艰苦打天下 但是你不可能跟他共富贵 刘邦啊恐怕将来一定要杀工程 所以在他还没有到达四叶顶峰的时候呢 他就突然说他要退休 他就渐渐退下来了 所以刘邦这几个重臣里头啊 萧和是被累死的 韩信是被害死的 唯有张良 他晚年的时候不知所终 他就退下去了 不知所终 找也找不到 人家也没有办法害他 所以他是可以说是比较有智慧的 我们在看这个诸葛亮 诸葛亮是很有智慧的 我们看到诸葛亮的智慧真的是羡慕啊 觉得那是一种超能力啊 对不对 真的是超能力 别人想不到的计谋 别人想不到的这些东西 他能够算出来 能够想出来 甚至给人家锦囊 一个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都可以猜出来 他真的是有计谋啊 有智慧 可是他的智慧也抵不过天 他所要辅佐的人 就先死了 先死了留下一个 阿斗 你说这个阿斗 他怎么扶持啊 所以没有办法 刘备也不听他的话 说真的 刘备如果说真完全听诸葛亮的话 可能下场也不会是这样子 但是他就是不听诸葛亮 不能完全听诸葛亮的话 所以智慧也不见得能够完全的发挥到底 就是这样子 所以智慧我们看 也是有限 即使是所罗门 我们在看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 他所写的智慧 也不是没有界限的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 我们智慧到底有哪些限制 在人世间的智慧不是无敌的 人世间的智慧是很好 是我们值得追求的 但是不是一个绝对的 那我们今天就把经文先念一下 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 就从七章的第六节到十八节 那现在就把这个经文打在荧幕上 由我来为大家来念 请 传道书七章第七节 勒索使智慧人变为愚望 贿赂能败坏人的会心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你不要心里急躁恼怒 因为恼怒存在于媚人的怀中 不要说 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 是什么缘故呢 你这样问 不是出于智慧 十一节 智慧和产业并好 并且见天日的人得智慧更为有益 因为智慧庇护人 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 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因神使为趋的 谁能变为直呢 欲恒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使这两样并列 为的是要人 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十五节 有义人行义反智灭亡 有恶人行恶倒想长寿 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 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过于自诚智慧 何必自取败亡呢 不要行恶过分 也不要为人愚昧 为何不到其而死呢 你持守这个唯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阿们 哈利亚 感谢赞美主 是的 智慧是有限的 智慧不是无穷无尽的 智慧也不是绝对的 我记得我小时候 那时候 我念国中的时候 买英文不好 所以我妈妈就帮买一个东西 叫做睡眠学习机 这个东西呢 听起来也是有点蛮奇怪的 反正它就是一个机器 它就装在枕头里面 枕头里面 然后它就是晚上有个录音带 可以反复的播放那个录音带 所以你就可以听听听 晚上把这个英文的课程录好以后 放在里面 让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听 让你可以增加这个学习英文 我觉得不是 也不见得是有效啦 反正就是 会比如浅移默化效果不好说 但是我记得 很清楚的记得 那家公司的名字叫什么 它叫智商公司 智商 智商 后来我爸看了这个笑 他笑什么 他说你这个公司 是一个有限公司啊 所以这公司就叫 智商有限公司 是不是 你们买这个机器 意思说花了钱 然后你买了一个 有限的智慧 其实不是都是这样子吗 哪有人智慧智商无限的 你说我们智商 现在130就叫天才 有上200的吗 太少太少了 太少太少 150 160就很高了 所以人人智商都是有限的 不是吗 这没什么好笑的 但是传道书这里呢 就讲出来了 刚刚第一节 上次说 愚昧人的笑声 好像锅下 烧荆棘的爆声 这是虚空 愚昧人 我们知道当中的虚空 上次我讲到烧荆棘 我回来回去以后 又烧了一次 这礼拜 荆棘我发现一件事情 荆棘就是 你知道它细细的 然后很多刺对不对 所以你折的时候 它大概 你没有办法把它捆得很紧密 它都是再怎么折 都是这个 像这里有一株 不算是荆棘 但是是草 你这个草的话细细对不对 你很 哎呦好刺啊 你不能把它 不可能把它挤得太密 这都是再怎么捆 都是一大堆刺 哎呦真的是蛮刺的 手套都被扎了 然后呢 这个东西烧的时候会有爆声 你看它 啪啪啪啪 油也有爆声 对不对 那东西好像说 哎好像烧的火很厉害 不是啊 荆棘根本除了爆声以外 带不了什么火的 所以愚昧的笑声就是那种干笑 这是虚空 真的是虚空 那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 勒索使智慧人变欲望 惠若能败坏人的惠心 这也是很真实 你想我们有些有智慧的人 可是呢 事关己则乱 不管你说这里讲的勒索 是说有人夹持了他的家人 比如说他的儿女来勒索他 一个平常很有智慧的人 到这个时候 因为事关己则乱 他智慧也不能稳定的发挥出来 智慧是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 做任何事情吗 挑战任何的问题吗 不见得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不可靠的 有智慧的人 你可以说永远有智慧吗 可能他的脑袋搜索的 这个转动的比人家快 然后他常常想这个想那个 但是是不是真的就能够 比永远比人家有智慧呢 我看这也是不一定 我们看到一个什么 你知道吗 我看到一只 哇这很漂亮 我要拍给大家看 所以这个录影暂停一下 我看到的是一只 胶狼 白白的 因为我躲在他的下风之处 而且又在这一堆石头后面 他就看不到我 看到他 你看他坐过来 远离了 好嘞 好 那我们继续 还有贿赂也是一样 你知道吗 贿赂 你不管你是送贿赂的 你是收贿赂的 这个贿赂是可以影响你 影响人的判断 工程计划的好好的 但是你收缩贿赂 或是你送贿赂 你这个都不会达到最好的效果 不管是勒索或是贿赂 都是可以影响智慧的 那我们是看到世界上很多事情 美好的事我们想要成就 对不对 想要成就美好的事 但是在世界上 人人不可能像一股麻绳 一股麻绳一团 事实上总有很多 不齐心不齐力的事情 事实上总有很多 你想成就一个美好的事 我们说来成就一个美好的教会吧 或是成就一个美好的国家吧 大家同心其理 国父孙中山先生说 革命同志们 大家同志们来 我们来创建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 或者说像共产党也是 他说都是同志们 党员 党员要牺牲要什么 讲了很多很好的事情 但是最后能够成就吗 不能成就 不管是国民党 国民党当中有很多腐败的分子 现在共产党 共产党当中有很多腐败分子 你想要靠人 这个大家齐心合理 来成就的事情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种种种种 你智慧 你设计的再好 一个制度再好都没有用 我看现在的制度里头比较好的 反而是针对人性弱点的 这个设计的制度呢 就是说人一定会有这个有问题 比如说现在的美国的两党制 美国两党制为什么好呢 它没有像是一个 不是一个团结一心的 像中国共产党唱的高调 中国国民党唱的高调 大家团结 那些历经图治就会变得更好 他不是 他说人一定有恶 人既然一定有恶的话呢 我不能让一个人 在一个位置上待太久 你要上去 可以 那旁边有一个也很大的势力的 我来监督你 因为利益不同 因为我跟你不齐心 你在这边搞什么时候 我在旁边看你有什么破绽 一有破绽 赶快想办法把你拉下来 这个就是两党制 两党制是 它的设计是根据人的恶 结果反而奏效一点 你要是那种 根据人的善 我说怎么样 精神团结在领袖的四周 然后所以这样 可以创造出伟大的国家 这个想得很好 但是最后是一定失败 为什么 没有人可以精神团结 人不可能 你说智慧良善 里面已经旁边 一定有掺杂一些腐败 一些像这里讲的 勒索贿赂这些事情 绝对会有 所以智慧就告诉我们 所罗门就告诉我们 智慧绝对是有限的 不是绝对的 你不可能靠智慧 在这世界上完全的得胜 除非你是完全的智慧 人间没有完全的智慧 只有神才有 好 我现在呢 可能就躲到一边去 因为距离实在太近了 所以可能看起来人有点变形 所以我后来躲到外头去用给大家看看远处的风景 好 好远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山呢就是Mission Peak 我最近很少上去 因为这个山上的话是也是空间更为狭窄 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录视频 那这里今天的天气就看到了 今天天气还是多云了 上礼拜一直下雨下雨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的狗死去了 所以也是蛮悲伤的 在一个礼拜当中都是在阴雨中度过的 但现在呢 终于天破晴了 礼拜一我就迫不及待的为大家上来录制视频 我们再来看看这里是什么 哎呀 是不是 好我们看到远处的云也已经开了 然后我们看第八节 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 这个其实我最有体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跑马拉松的嘛 马拉松就很清楚 你要不要上来就冲刺啊 你要上来冲刺 你可以跑在大家前面 其实我也看过 据说有一些马拉松的那个选手啊 他跑马拉松也不是为了夺冠 他就是为了来这个上面出点名啊 比如说他就会怎么样呢 他就会在这个跑马拉松的时候 用开始就冲的 所以呢很多媒体啊 或者就他就能够上报 就拍到这种哇你看这么勇猛 哦你看冲的这么快 但是这种人呢通常很难维持到最后 我们跑马拉松的时候 前三十几公里过去以后 不要讲哦 你就前面三十公里都不能冲 我们只要在四十公里的这个路程当中啊 你只要冲五分钟 你只要跑五分钟快的 你大概就很难完成这个马拉松 或者是后面就真的跑不动 就拖下来用走而已 所以你要事情的终局要强于事情的起头 所以你一个事情做得轰轰烈烈 一开始做得轰轰烈烈烈 那你后面无以为继那怎么办 所以有的时候你必须存心忍耐 像我知道有些人开店啊 开店的时候是不是要大热闹一下 说实在话 有的时候你不热闹也不行 你不热闹别人没有人知道这里开了一个店 你热闹一下至少把人气带起来可能就成功 但是呢你也要忍耐 你不可以把大部分的资金全都花在这个上面 那你也危险 如果说我们把很多的资金全都花在这个上面的话呢 那你后面将来遇到危难的时候怎么办呢 事情总不会一直都是这么顺的 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好事跟坏事掺杂的 这个世界永远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必须要存心忍耐 要量度自己的力量 你不能觉得说我把所有的力都用尽了 把所有的资源都用尽了 那可能所遭遇到的结果就是毁灭性的 甚至不能结束 所以第九节又告诉我们说 你不要心理急躁恼怒 因为脑怒存在愚昧人的怀中 联合上面这些教训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要忍耐 是的 常常啊 好事不在忙中求 你要想的时候 我清理急躁 想要尽快完成某些事情 我告诉你那你危险了 智慧 你就算有智慧 你要能把智慧发出来才行 你什么样能够发出智慧呢 你就匆忙做决定吗 你rush to a decision 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你常常不能考虑的周全 所以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在想思考的时候 你要让你的有多一点的思考 但是智慧另外一方面也讲 也就是说你不要 如果说拖到犹豫不决 不能做决定的话也不行 但是不是急躁 不是急躁也不是拖延 有智慧就能做出很好的决定来 第十节问说 你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 如今的日子什么缘故 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 智慧 你知道智慧真的不是绝对的 智慧也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 你现在人和是一个条件 不要说人跟人的合作 你就是人 我的智慧比人家高 所以我能力比人家强 说实在话 一个同样的条件 周围的环境都一样 不同的两个人去做事 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常常可能会有不同结果的 是的 会有不同结果 但是怎么讲呢 就是说 聪明的人 有的时候会比愚笨的人 做出更好的结果来 是的 我们是有这种可能的 智慧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智慧总比愚昧强 然而啊 智慧也不是说真的是万能 有的时候 你还是必须放在一个天地的条件当中 天时地利的时候 不是你的时候 你就是用再多的智慧 你也做不成 是吧 你有很多人创业啊 都是要说赶在那个风口 你这个风口过去了 你就再也起不来了 风口正当中 连猪都可以飞起来 这个虽然是一个搞笑话 但是也是很真实的 在风口里头啊 连猪都可以飞啊 为什么 风大嘛 但如果你风口不对的时候 你怎么飞呢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如果说你要问 以前的日子为什么强过如今的日子 表示你没有智慧 你虽然很懂得 处理这个 处理那些事情 我们都会处理事情啊 处理事情能力很强 但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 你就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动手 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该收手 这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也是必须要智慧 十一节说 智慧与产业变好 并且见天日人得智慧 更为有益 因为智慧庇护人 好像银钱庇护人一样 唯独智慧能保全智慧人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益处 是不是如此呢 还真的是如此 我们刚刚前面讲了张良的意思 张良他自己知道 他这个是真理有智慧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急流勇退 他可能他的理想就是推翻暴情 我相信 我相信 萧和韩信都是这种想法 但是萧和可能要捧着刘邦上位 韩信呢 也想着说 我推翻暴情 那我也功成名就啊 对不对 我可以做 这个 汉的宰相啊 然后想想想 他最高 最后被吕厚给所害 那真理有智慧的就可以保全智慧人的性命 那产业呢 产业有的时候也可以 产业事实上有的时候也可以 比如说大饥荒来的时候 父户里饿死的就比较少 饿死的总是那些穷人 穷人很快 他家里米缸就没米了 那这个父户呢 他表面上告诉你他也很穷 可是他家里的存粮多 他家里很少死 产业事实上是有的时候可以保命 但是也有例外的时候 什么时候呢 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些人斗地主 听说死了两百万地主 在中国死了两百万地主 是被斗死的 所以产业是不是能保命 我不知道 智慧能不能保命呢 如果真的是真正的智慧 是可以保命 但是也有像韩信这样子 韩信有没有智慧 可能一般人都说 他好厉害啊 军神啊武神啊 这能够能谋会策 带兵打仗的时候 把项羽的军队都算得死死了 真是厉害 但是是不是永远是这样子呢 当他所不知道的 就是不熟悉的就是人性 那他碰到这个时候 他也拜下阵来 被自己的战友所杀死 所以我们知道智慧是有限 但是智慧也有好处 我们也不要轻看智慧 然后这里也告诉我们说 13节告诉我们说 你要查看神的作为 因为神死为趋的 谁死能变为直呢 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 我觉得智慧啊 智慧最大的用途 就是用来明白神的心 真的 智慧最大用途 不是说可以我们创造什么 可以我们工作 而是让我们明白神的心 我们如果能够明白神的心 那我们就真正的是有智慧的 就是说你要看清楚一个时代 我觉得很多时代中有很多聪明 每一个时代当中都有 时代当中的聪明 但如果他不能看清楚这个时代 他所选的路是错的 那很快他就会走到死路上 这是很困难一件事情 我们以前小时候有一种 自己搞的游戏叫过五关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人 他就做一个 做一个画一张图 长长一条图 那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分支 那你要在这个 慢慢把这个直卷展开的时候呢 你就要选 我要向左还是向右 通常你要选这个左右 你能够连选五次都对 那你就很厉害了 你要知道二的五次方是什么 三十二 三十二分之一的机会 才能走到终点 前面都是有各种 这里钓到鳄鱼潭 这里钓到什么死路去 那我们人生在世 有的时候也是一样 比如说你高中毕业 你上大学 你要选文科还是理科 你要选 我们选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完全知道呢 我们不能完全知道 我们选错了 将来可能就找到一条 没有什么出路的 以前的话呢 在我那个时代 文科理科都不错 文科可以去什么 可以去当官 可以考公务员 理科能不能考公务员呢 其实也可以但是少 大部分的当官员都是从文科生出来 去读历史什么这些东西 那你可以去当官员 后来你发觉读经济也不错 这些都不错都有出路 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 就是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时候 如果你是一个工科理科人才 那你这个赚大钱 不管是从台积电 或者说那个特斯拉 苹果 你参加这些的话都赚大钱 可是时代渐渐的演变 我们现在2020以后 现在2024年 AI抬头了 我们都以为AI是要帮我们做事情 我们在小时候 我们想说如果说有机器人 对不对 就把我们的家务给全部包了 所以我们可以专心的从事艺术创作 可以写诗 画画 拍摄电影 对不对 然后机器人可以帮我们料理我们的生活 扫地煮饭 那就机器人做就好了 我们就在专门做这些事情 创造新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2024年 我们看到什么结果 我们看到什么结果 现在是AI在做这些创造性的事情 AI在写诗 写论文 画画 做电影 做影片 而我们人呢 我们人还要做扫地跟煮饭 所以没有办法想象 很多事是以前没有办法想象的 而且现在可能2024年 我们大概看出来一个趋势 就是以后啊 AI去做这些程式电脑这些东西 可能会越来越厉害 反而不需要人 真的 可能你说我设计一个网站 我需要人来设计 以前都是用人来设计的嘛 然后一些细节 对不对 然后这样再做 可是现在你要想设计网站 你只要文字描述一下 我要这个绚丽的 我要有带有紫色色彩的 我不要紫色跟金色为主调的 就告诉他以后 他就帮你做出来 不但做出个画面 而且把这个网站的页面那些细分都给做出来 渐渐的就不再需要这么多人工去做coding 所以可能到一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社会上啊 这些学理工的这个工程师人才过剩 反而是什么呢 反而是可能将来这个黄仁勋说啊 生命科学可能是要更难 就是说AI更难攻破的 所以生命科学会更有价值 这可能是真的哦 这可能是非常是真的哦 所以你看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如果 我们也很难看清楚前面的这个全貌 因为时代就是慢慢展开的嘛 你不要说20 现在2024对不对 你不要说很久 2020年以前 我们还想不到说 可能做写coding 写programming的这工作 这个时代会这么快的结束 也想不到2020年 大家想还是往里头挤 我们去学这个computer science 这些东西 将来学coding会更好 像我老婆的女儿 她就是本来不是学coding的 她在大学毕业以后 她报名了一个班 现在做coding 现在是工程师做coding 做写程式写代码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工作 还能好处还能维持 但是多久会不会将来有一天 就被电脑人工智慧给取代 那也不一定很难讲 所以时代在我们眼前展开 我们确实是不能知道 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智慧 所以我们有最好最好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查看神的作为 查看神的作为 神的作为很大 神的作为也很复杂 但是神的这个作为 他总是有启示给你 神的心意最后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就是在地上 让这个生命延续下去 而且最后最终把这个最有价值的生命 收到他那里去 这是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不管在什么时代 我们都不可以违背这一点 你想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你就不要去成为一个这种 对神没有价值 怎么讲呢 或者说你不要与神为敌的人 你看这个很多好处 很多可以发展的事情 对不对 很多可以占人便宜的事情 你要不要做 真的我觉得真的 我们要想清楚 不要随便的做 你有的时候为了眼前的利益 你做了 看起来好像是你得到了很多 但实际上你是失去了 你失去了神的喜爱 失去了神的祝福 可能会更不好 应该会更不好的 所以我们要查看神的作为 当神要一个世代改变 那他就改变了 神要使他变为趋的 你能够让他变为直的吗 不行 我们也不要抵抗一个时代 有的时代是我们该站起来 扬声欢呼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我们应该坐下来 就思考自己的问题的时候 常常都要 我们常常都要面临这种选择 在人生当中 我们更是面临这种选择 所以真言这里说 欲恒通的日子你当喜乐 遭患难的日子你当思想 因为神此这两样并列 是为了要人查不出身后有什么事 欲通好不好 欲通当然好 谁都喜欢欲通 我也想要欲通 欲通是很快乐的事情 当你得意的时候 少年鲜花怒马 骑着 就是说驾着怒马 招摇过时 得意 别人都羡慕你 你非常得意 可是这里就告诉我说 欲通的日子你可以喜乐 患难的日子你要思想 你要想想看 为什么现在有这个患难 神会让把这两样事并列 为什么 我们两样事并列 让我们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 我们在真言中也看到 他说义人行义反智灭亡 恶人行恶反得偿受 这个事情也常常在我们周围中看见 不是吗 真的我们有看过义人 但是因为太守规矩 然后他行义 最后没有什么好下场 反而看到恶人 好像很畅快 很得意 好像他的奸计都得逞 他反而是位居高位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就是神的作为 如果说我们在世上 一做好事 那就开始亨通 各种好处马上加给我们 神的祝福马上下来 那一做坏事呢 马上你只要一做坏事 天地就开始变暗 开始下雨打雷 那这样的话 人的选择就很简单 因为好像就摆在眼前 你去做行义 天马上亮起来 亮场起来 开始阳光普照 那我们当然知道 我们要做什么事了 我们就一做事做做做 完全就是这个 马上就告诉你 你做下去就是越来一片康庄大道 越走越好 当你一走错一步 马上天就变脸 那我们不可能会选错的 因为你只要 你只可能错一小步 你马上就纠正回来 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不会走错 但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好事 突然之间天还是下雨 有可能下雨 有可能天晶 都有可能 那你怎么知道 你所做的事是不是好事呢 你就不能查看天象 是吧 你做一件坏事 还蛮顺利的 你就继续走下去 你就不知不觉 走下去 因为神没有给你任何提醒 是不是 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我们不知道身后会有什么事情 我们常常做的事情 并没有眼前马上的 立刻的回报 没有马上立刻的回应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你怎么样知道呢 这个就是智慧了 你能查看神的作为 你能查看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很多在经文当中 在他的启示里头已经告诉我们了 如果我们能够顺着神的心意 那还是有帮助的 如果说我们不能查看神的心意 我们不能明白神的心意的话呢 我们可能迷迷糊糊过了半生 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样 我们所做的是好是坏 有没有一人形意反制灭亡的 有没有恶人形恶 道想长寿的 其实我们真的是有看过 就是以前很有名的 就是我们人说要守信要守信 结果有一个人叫尾声 尾巴的尾生活的声 他有一次就跟朋友约在桥下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结果那天他去了以后朋友没去 因为那天下了大雨 下了大雨他朋友就没去 他就老老实实走到桥下等说 我朋友跟我讲说不见不散 所以我不能离开 所以他在桥下一直等等等 后来那个桥不是有吸水吗 吸水的水开始高涨了 他也不离开 我跟我朋友答应了 我答应我朋友我不能离开 我们不见不散了 所以这个时候不能离开 结果水就一直上涨 他也不离开 结果他抱着那个桥住 抱住 然后后来就有人看到他 尾声啊尾声啊 你赶快上来啊 所以涨起来了 就看到尾声抱着桥住说 不我答应我朋友 我们不见不散 我不能离开 他最后就被水冲走了 这个叫尾声抱住 这个是很有名的 还有我们看 在这个圣经当中讲很多先知 他去在君王面前勇敢的讲出 神要他讲的话 他是不是行义啊 他是行义 结果有没有先知被杀害的 还蛮多的 或者有的君王不敢杀害先知 他只把他关起来 把他鞭打了 这样的也很多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一人行义反之灭亡 二人行恶导享长寿 这些我们真的都是见过的 为什么这样子呢 我们的问题就在 我们要看世上的寿命的长短 真的重要吗 是不是 其实如果你看过我讲 我那个走出悲伤的时候 我就讲过 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的时候 凡是辛苦念书的这些同学们 辛苦念书 我们就很可怜 我们就整天 有人戴着眼镜 有的人整天坐那个卷子 就是我们日子就在什么 就在笔头橡皮擦烤卷这样当中度过 高中三年 你看我们那时候穿校服 我的校服就这一件 一直都没有换 一直穿到什么 袖口袖口都起油 外套真的外套袖口都起油 因为我们在那张桌上 又在那张桌上吃饭 又在那张桌题目 对不对 然后就袖口都起油 然后很少洗 洗什么时候洗呢 一定要找一个假日 假日 因为礼拜六都要上学那个时候 只有礼拜天找妈妈赶快洗 好天的时候洗完晾干 然后礼拜一又要穿 就这样 可是我们当中有些同学 过得很快乐 他不像我们一样 他生活多彩多姿 他校服还会定做 还能换一套的 这一套穿穿好像不合潮流了 他们是校服看起来跟我们很像 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像 就显得在全部的学生当中就显得很特别 他们一直过得比较谢意多了 然后他们有的人真的就骑摩托车来上学 然后停在隔壁的巷子里来走进来上学 教官有的时候会抓这样的学生 但他们也照样骑摩托车 然后就班上的时候很高兴 你兴高采烈的给我们看 你看这是我马子的照片 哇马子很漂亮啊 你去看看那些名校的高中女生 真的用功读书的 各个都是清汤挂面 头发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是学生头 然后有些学生妹怎么就是穿起来 也是穿起来风之错约的 居然成了他马子 我们都很羡慕 可是很奇怪的是 像这样的同学 通常他高中大概都要读四年五年 那你说我高中三年 他高中四年五年 那看起来到底谁的日子好呢 我们现在当然知道了 高中不要读那么长 可是你看他在高中的日子读那么好 我们在高中日读那么苦 就像我们人世中一样 我们在人世中 如果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 还有我们的日子过得很好 以义人行义 谨守耶和法的法度 然后你就日子过得很憋屈 你还要十一奉献 对不对 那些恶人到处去欺压别人 可以赚得更多的钱 他就怎么样 他就过得很滋润很丰富 而且还多读两年 对不对 我们三年嘛 有人多读两年 五年 那你觉得世上的日子真的重要吗 世上的日子长短真的重要 我们其实并不太清楚 比如说我们在高中的时候 假如说我们在上课中 然后有一天这个班主任就进来了 他告诉大家 各位同学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大家就聚情会神的听 然后班主任就说 某某某同学现在就不在我们当中了 我们回头一看 这个某某某同学真的没有来 大家心里就要开始想说 糟糕 是不是他昨天回家以后 家里出什么事 路上被车撞了 所以他就死了 我们就这样想 结果这个老师说话是大喘气 接下来就说 这个某某同学已经被某某大学给录取了 现在他就转班 跳级到大学里头去了 哇 这下来真是完全相反啊 是不是 我们还得在高中当中继续的辛苦啊 因为我们在高中里面就是为了要考大学 每天要做卷子 打题念书背书 就是为了要 为什么 为了要考大学 他居然已经进到大学里头去了 所以你看 有些人来到世上 我们正常人 年岁有七十岁 强壮的可以到八十岁 那你看到有些活到九十一百 值得羡慕吗 可能是值得羡慕的 有些人五十岁就走了 像我现在 我已经看到很多同学都走了 我就觉得他们的日子比较短 甚至有没有人会三十岁就一年早逝的 恐怕也是有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你就觉得三十岁走就一年早逝吗 活到九十岁就正常吗 如果我们知道在世上的日子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未出生的人 我们在传道书当中不是有讲吗 还未出生的人 还有已经死的死 还有我们现在在今世的活人 我们要知道今世只不过是这当中最短的一环而已 是不是 那在今世你活得这么长久 一定是好事吗 也不见得 也不见得 所以你说一人行义反至灭亡 他的灭亡是在这个世界灭亡 他被灭亡以后 他到了神的手里 那这样行义的一人到了神的手里 会是一件坏事吗 另外啊 恶人行恶到想长寿 为什么他有这么长的寿命 可能是神要给他多一点时间悔改 看他在这辈子能不能悔改 如果不能 他最终你不管在世上再怎么长寿 你活九十一百岁 再长一点 不管你多少岁 你还都得回到神的手中 如果你在这个世上 最后也并没有悔改的话 你所活的也就比人家多长一二十年 那这又是好吗 不过呢 传道书还是说了 他说你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自成智慧 何必自取灭亡呢 你持守这个唯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因为敬畏神的人 必从这两样出来 所以这个 最后我要出来了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出来了 所以传道书的最后在讲什么呢 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今世 我们有来世 我们来到世上是为了要符合神的心意 是为了要通过考核 可是如果说我们这一辈子来到世上的话 我们就只想到行义 我们听到神的启示 是神启示给我们 我们要行义 可是如果我们来到这一辈子 来到世上 就只想到行义的话 也不好 他这里所说的呢 就是说你两样都要持守 你要这个也要抓住 持守这个唯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你可以行义吗 当然要行义 行义不要过分 行恶也不要过分 行恶就是指说 你可以享受 比如说神把这个大地的资源 都交给我们 我们有动物 有植物 我们可以吃杀动物 来都没问题 神不会责怪我们 但是呢 我们不要行义过分 也不要行恶过分 行义我说 每一个生命 我知道神的心理 每一个生命都是神所珍视的 这有没有错 没有错 你今天去杀牛 牛不会痛苦吗 牛不会有感觉吗 都会有的 牛跟羊也会痛苦 也会有感觉 所以我们因为这样 我知道神的心意 那我这辈子我都不要吃 不要吃肉 全部吃素 可不可以 可以 神会不会喜悦你 神可能也会觉得 不错 这个人 你知道我的心意 所以你没有吃喝过度 你有这个仁爱的心 不只是爱人 而且爱动物 很好 对不对 可是这个心意 是不是就是有点过分 你心意过分的结果是什么 你在世上 你就完全没有乐趣 完全没有乐趣 会不会有其他的后果产生 我跟你讲 如果说我们在高中时代 我们明白要考大学 我们有些学生真的就是过着苦行生的生活 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把这个考试要考好 结果后来我们看他也考得不错 虽然考得最好的 竟然不是那些最苦的那些学生 像我是考到在大学的时候 我考大学的时候考到教大 不错 我觉得我已经蛮苦的 但是我不是最苦的那些 可是人生很漫长 你在这次考试通过以后 你下面的呢 你下面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你不知道 人生当中 如果你在高中 一点兴趣都没有培养的 你只会应付考试 是你可以把考试考得很好 但是你之后 你又有什么安排 又有什么用处 你一点兴趣都没有 一点其他能力都没有的人 在社会上 是不是就真的有用了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今天在这边 我们人获得的神的启示 我们所得的启示 毕竟是有限 如果说我们一生 就像过一个苦行生的生活的话 是好像看起来 是在这个启示里面 神的心意里面 我们好像是做得不错 但是是不是真的 真正最好 不见得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也吃肉 对不对 鱼业节 他也照样遵守 吃羔羊 吃鱼 他并没有说 因为要杀生 因为你知道 其实动物 他们来到世上 他的生命也是会过去的 所以杀生也是一种 对生命的一种解脱 不是吗 如果说像有些人家 素食主义者到现在说 完全不可以吃肉 那我就问你说 自然界中 假如说有一个动物死在那边 那腐蚀动物能不能吃他的肉呢 可以吧 对不对 他只是物质 那个再利用 所以有的时候 行义过度 好像我们按照神的启示 我们来行义 但是行义过度 真的是按照神的心义吗 也不见得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呢 你行恶 行恶能不能行呢 这个恶不是说违反律法那件事情 就像今天来讲 有一个基督徒活着像法利塞人 他到处该洁净的洁净 该献祭的献祭 该什么事都做 一周禁食两次 然后家里所有东西都献上十分之一 连那个芹菜啦 香菜 他都献上十分之一 你说这个基督徒好不好呢 他说行义 行义非常多 但你知道 税吏跟法利塞人祷告 那个法利塞人就是这样子 行义行义 结果好像行义过度 然而另外那个税吏呢 他知道自己有恶 反而深深的向神悔改 结果得到连续更多的 反而是那个税吏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如果说我们身为一个人 我们假设说我们行义过分 失掉了人味 这个可能也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如果说我们太放纵自己的人性 把人性中所有恶都选出来 这个好像也不行 所以传道说的这者就告诉我说 你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你又要敬畏神 又要行义 有的时候也要知道人有人性 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明白 为什么大卫是最和神行义的人 大卫是一个 是不是心里非常敬虔爱神的人 是 他是不是谨守遵循法 百分之九十 是 你知道大卫在他逃难的时候 他吃过橙色饼 他有去问祭司 他说他逃难 他可不可以吃橙色饼 按照律法 大卫是不能吃橙色饼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他年老的时候 他又犯罪拔事 拔这两件事情 是一辈子跟随大卫 但是神说 这个人是最合神心意的 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加以评判 我们不能说抓住这个人 这个人吃过橙色饼 这个人坚硬过别人的妻子 所以他就是最大而己 可是他却是神口中最合神心意的人 还是非常真正敬畏耶和华的人 所以我想我也没有办法给出更好的结论 我也没有办法给出更好的例子 所以我们在世上我们真的要敬畏神 你要该行义的时候行义 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也是一个人 我们下面是有审判 可是在审判中也有恩典 如果说我们在审判中 我们有的时候是借着一点恩典 借着一点异形 特别是那些知道自己有缺点的人 我们真的是更敬畏神 如果你想做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我也不反对也不阻止 但是我希望你在做一道一个没有缺点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 我们还是靠着恩典还是靠着饶恕 不 我是靠着全然是靠着我自己的这个努力 我完全做到没有缺点 那你可能就对神失去了敬畏的心 这是一个复杂的 人的生命本来就是复杂的 这世界是复杂的 神的旨意当然不像是词戒律法这么简单 神的心意也是复杂的 他在整本圣经当中向我们显现出来 包括传道书这里 所以传道书最后告诉我们说 你持守这个为美 那个也不要松手 我们做一个人犯了错 没有关系 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因为自己的错 真心的感谢神 给我们的赦免 给我们的爱 可能反而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 那也不一定 好了 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 我们今天讲到就到这边 所以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与感动 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感谢主 赞美主 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主 阿们 愿上帝赐福给你们 那我们节目最后 我们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 下周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